我們看第二小題 他說一樣給你四個條件 x大1等於0 x-y-1小1等於0 還有x加3y大於等於1 以及x加y-3小1等於1 那當然是像我這個條件的 這四個人是怎樣 先把它給畫出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怎麼畫 來 一開始的時候也是一樣 先把x-y大致上畫一下好不好 x-x如果大於等於0的話 指的是什麼 y軸的右邊吧 所以第一跟第四項都ok 所以這個已經搞定了 一四項就是x大於等於0 看懂嗎 x大於等於其實是y軸的右邊 不過你不會的話 你自己把他移上去 就是y軸的右邊 好 然後第二個 x-y小1等於0 那就先找出口氣 先找出x-y-1等於0的圖 對不對 所以有誰 分別是10還有呢 0-1 好 10在那邊 10-1在那邊 好 來把你把它連起來 好 這條線是x-y 為了賴看懂 我就畫大一點 畫給你看 這個就是x-y-1等於0的圖 那因為他是小於等於0 所以指的是左上方 這樣子 對嗎 可以啦齁 好 再來另外一個是x-y-1 所以我把它找出去 找出的是x-y-1等於0的部分 所以也是一樣 找出兩個解 一個是10 另外一個呢 找大一點好不好 我們找如果y是1的時候 x-y-1的話 x-1應該就是-2 好 所以分不分過是10 剛好在這邊 還有-2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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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用不同的顏色 好 這個呢 這是他 x-3-y-1等於0 那因為我要大於等於0 因為是大於0的意思 大於等於0 所以指的是右右邊 所以我要找出來 是這個區塊的左邊 跟這個區塊的右邊 所以目前是這個方向 看懂嗎 還有這個 呃 原本的那個x-1等於0 指的是這個的右邊 所以全部重疊的目的目的 就是在這個地方 會啦齁 好 再來看最後一個 就是x-y-3小於等於0 好 x-y-3 我們一樣先找等於0 那這個應該很簡單 一個是30 一個是03 好 30的話是1 2 3 03呢是 1 2 3 這邊 然後你把它連在一起 好 那我要的答案是哪個部分呢 哪個區間 哪個方向 就是這裡 對不對 因為剛才已經告訴你了 第一個 那個x-1等於0 就是y的右邊 還有這個 x-1等於0的左上方 左邊 還有這個的那個 這條線 x-3y-1等於0的右上方 還有這個小於等於0 就是他的左下方 所以 重疊的部分就是這一塊 綠色這一塊 會啦齁 然後呢 接下來要找什麼東西呢 開始囉 我圖畫完了嗎對不對 接下來題目要找是找 2x-y-3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2x-y-3的最大值跟最小值 好那這個題目的做法怎麼找呢 你應該先找誰你知道嗎 你應該先找這個 呃 其實應該是 因為這要有線已經給你的嘛 對不對 那你直接帶進去就好 就先講出啊這個 4個0點 以外這4個0點怎樣 帶進這個4值點就可以了 好 所以把這4個0點找一下 來 這個點的話這個點 這個點的話是 呃 多少 看起來應該是 0 3分之1 這個點 然後這個點呢 帶上出來是10 這個你會 這個點的你也會 這個點是03 這個點你不知道 啊這個點是誰 這個點 這個點應該是這兩條線的什麼 這個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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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這個點 找出來這個 x-y-1 等於0 以及這個 x-y-3等於0 這條線 好 這個應該不難 兩次直接相加 所以變成是2x-4等於0 所以x等於2 好 所以y出來了 y應該是1 好 所以這點是21 OK 所以4點都有 然後你把40點 帶進去這個4子裡面 那就是 帶進去這個 x-y這邊 就算你答案了 好 所以我們看一下吧 來 x-y 等於多少 2x-y-3 好 所以把這4點帶進去吧 來 第一個我們帶進去 這個0 3分之1 所以 那是多少 x-y-3 那是多少 所以答案就是 2又3分之2 好 再來帶03 x-y-3 x-y-3 所以答案就是0 再帶一個 x-y-0 1 0 所以答案就是5 再來帶一個 x-y-1 x-y-1 4-y-3 答案就是0 好 所以這4個裡面最大是誰 最大 就是6對不對 最小的話是誰 就是那個0 OK 好 所以答案出來 最大值就是最小值 所以 f-y-1 4-y的最大值 最大值 最大值 就是0 最小值呢 就是那個0 這樣子 會啦齁 好 再次再次 2 5 感谢观看